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很久沒拍過衣服的開箱 看到我的標題是不是很期待呢? 其實之前我在一間IG商店 入手了一些新的衣服 但可能因為太心急了 太久沒穿新衣服 我就白板聲開了,還沒拍片 今次我又再入手多一點 就打算不如拍個開箱 然後跟大家說說之前我入手的一些衣服 順便給大家看看洗了幾次 穿了幾次之後質量是如何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我最近入手了什麼新衣服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讓大家參考一下,我是153小小 如果你都差不多身形,想看看我平時怎樣穿搭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就不會錯過這些小小的生活資訊了 我手頭上這幾件 還有身上穿的都是上次入手的 大家會看到一些碎花圖案 然後一些粉藍粉綠的顏色 都是很春夏的感覺 因為當時的天氣沒有現在那麼熱的 然後今次夏天大家都是一樣的 很想買一些白色的上身衣服 所以我就少少入手了幾件 今天就和大家一次過試完他們全部上身 讓大家看看我的戰利品 說了我現在身上這一套 我覺得它算是一字薄的變咒版 因為平時穿的一字靈的衣服 都是平厚或一條橡筋過的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兩條橡筋交搭而成 大家看到是可以拔開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拔低一點 它是做了一個V靈的效果 就沒有平時一字靈那麼滿了 它的咒拉到最長其實可以做到中咒 但是我自己習慣就是把它蓄上來 做一個少少公主咒的感覺 然後下放這裡是比較鬆身 我拔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是沒有任何的橡筋的 大家會看到其實是遮到臀部的 所以有些淺瘦的女生 然後有比較小顆是可以把它用來做一個連身裙的 但是我自己就喜歡放在褲頭 然後拔出來 它的質地是很涼爽 非常適合這些超熱的夏天穿的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裡面穿黑色的內衣都不會透出來 然後就是我下身穿的這條白色短牛仔褲 我真的超級喜歡 經常都會穿到它 因為很顯瘦 雖然我減肥 但我大腿是超多肉 超粗壯的 所以如果穿一些很貼身 或者展材不漂亮的那些 我都挺現形 而且看上去也挺肥的 所以這個A字展材 然後那些流蘇 是可以轉移其他人的目光視線 看上去的大腿真的超多的 我覺得夏天真的要有一條白色短牛仔褲 因為你穿一些鮮艷的上身衣 這條褲子 再加一些拖鞋 和涼鞋 簡直是完美的 然後就是大家在封面圖看到的 這件是藍色小初高背心 這件的布料是有彈性 有一點厚度 所以完全不會透的 我穿過起碼四次左右 洗完這麼多次 看到都沒有任何毛粒 質地都很好 然後我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這個下擺位置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件我是很喜歡它的款 但是敏心如果身形再瘦淬一點 然後再偏身一點的女生穿 會更加漂亮的 第一就是那個手臂位 它是完全修飾不了 我有一點沒有安全感 所以大家看到IG的照片 我也是穿了一件防曬褲的 其次就是它的下擺位 我站在身上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白色牛仔褲 其實算是高腰的 我的肚臍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的上身有點浴地 所以它再縮上去 大家會看到黑色的內衣邊 我只要舉手 其實就會現形的 所以它這個短身 是真的比較適合一些扁平一點 這裡沒有那麼多肉的女生穿 是會更加好的 再來這件我之前拍片穿過的 它是有點像蝴蝶的設計 這件衣服的領口的確有一點低 就要看看大家接受程度了 不過就不要用我來作準 我想正常的身形應該穿出來的效果就這樣 差不多的 它可以完美展示到鎖骨 兼顫口位是會有兩層 有少許層次 和修飾到這個線條出來的 中間是做了一個索繩設計 喜歡索得多高自己可以決定的 然後質地呢 這裡是棉質 這個袖口就是一個比較挺的雪紡 大家看到我下身就穿了一個半截裙 這條半截裙穿出來非常飄逸 你會看到質地是很輕的 然後有少許透的效果 還有它的剪裁是一個散A 一樣 都是覺得大腿馬上收了進去的感覺 所以我是非常之喜歡它 而且我有另一隻顏色 就是它的白色 它前面看上去沒有什麼彈性 但是後面是橡筋 所以出去吃飯不需要擔心 褲頭壓得很緊 然後旁邊就是拉鍊 這樣的開關了 穿了一個白色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都是很飄逸 其實它還有一個紫色的 但是因為大家看看我的大腿 真的看不到黑 如果穿紫色我真的怕變了一塊灘 所以我就沒有入手到紫色了 繼續下來 這一件是非常之我的Style 穿了上身之後 簡直就是我的衣服 雖然它是這樣V了下去 但是領口絕對不會像剛才那麼低 然後這一種的泡泡袖就是我非常之喜歡 看上去的手臂瘦了兩倍 而且它下擺位就是這樣散了出去 所以如果你出去吃飽了 肚腩是絕對不需要擔心的 我不知道這一種叫什麼質地 有一點像衣服 但是透薄 透氣很多的 是很輕身 但是絕對不會透的 然後我的下身就配了一條白色的直板西褲 它算是中腰了 我的肚臍 剛剛好就是這個位置 這條褲呢 你會看到其實我洗完 不燙又少少的狠 所以我也覺得可能要燙一燙比較好 它也算是比較闊的 不算是很窄 很貼著那個型 不會很顯得那個臀部出來 我覺得如果上班的話 公司不是規定一定要穿長褲呢 這條夏天穿是非常之適合的 它是有彈性的 它不算是那些超挺身 超厚的褲 穿出來是很舒服 還有很flexible 剛剛說的衣服都是上一次入手的 全部都穿過三四次以上的了 洗過這麼多次之後 質量都保持得很好 不會殘或起毛粒 所以我是有信心 這次再入手呢 那有些什麼是夏天必備的呢 除了一些白色的上衣 一會兒會說之外 大家知不知道我最喜歡穿什麼褲 如果有留意我的IG 10張照片裏有8張 我都是穿短偶的 我真的人生不能沒有短偶仔褲 所以我又沒有抗拒能力 之下就入手了多一條 然後我換了手上這一件 不好意思啊 有一點點抄 因為真的剛剛拆袋 大家很好奇我上班的外套是怎樣 其實就差不多了 妝可能沒那麼精緻 頭也不太打理 再污了一點就... 大家想像一下吧 這件衣服基本上是衣櫃一定要有 每一年如果我弄髒了 或者是穿到開始覺得黃 我就會換一件新的了 這次為什麼會選擇它呢 就是因為它不透 我站在身上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看不到我裡面黑色的內衣 即是不會很顯眼 當然啦 你穿白色衣服裡面 通常都不會穿黑色的 我是特意給大家看一下程度 很多時候這類型的白色背心 是沒有什麼設計的 下擺都是直拉了 但是這個不同 你會看到它有一點點向外散出來 所以如果裡面穿一件黑色的西褲 就算是短褲也好 是會覺得斯文的 不會覺得是蜜蜜 這條牛仔褲是很高腰的 我的肚臍大約是在這裡左右 為什麼我經常都選擇這些高腰的褲呢 就是我小顆 如果我們這樣穿 被人錯覺我們腳是由這裡開始 是收長很多 大家看到IG的照片 全部拍到好像170的樣子 就是靠這件事 而且大家看到這個小心肌的位置 它這樣斜角了上去 看上去又是將腳變得收長很多 也是他們A字 永遠選褲也是這樣選的 大腿位又好像看上去 小很多的 而且這條褲的袋子 它放高了很多 我的屁股在這裡 所以看上去是不是有那種 跳團的感覺 我的屁股是出名的 最後一件的上身衣服 不好意思 剛剛拆很潮很潮 但是大家都一定會喜歡的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件 我換出來給大家看 這件衣服我也是第一次穿的 超有驚喜 一定燒到大家 它的形狀是很顯瘦 大家看一下 手臂是少了一半 這一邊也很幼 哇 這件衣服不得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是要塞進去的 因為如果我不塞 這樣實在是太過... 不知怎樣 所以 等我一會 塞完衣服就是這樣 如果這件衣服是被我燒到的話 現在立刻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覺得超級漂亮 然後它後面呢 都是這樣的樣子 哇 會不會太顯瘦啊 這件衣服 今天的衣服就是以上那麼多了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兩個小手袋了 這兩個小手袋 大家應該在IG story也看過了 特別是這一款 我特地為了它出了IG post 因為實在太喜歡了 它是很好搭 而且容量是無限大的 我現在的狀態是扣得很實的 不是硬撞下去的那種 然後裡面是亂放的 完全沒有執耗的情況下 是很真實的 有防曬粉 然後是鎖匙 一個口罩 然後呢 紙巾 耳機 兩支的唇膏 一盒糖 一個香水膏 我的Card Holder 搓手液又怎麼少得呢 口罩套一個 還有一塊鏡 你以為就這樣就軟 錯了 還有一個這麼大部的Portable 一個核凍電源 兼且有石柱線在這裡 上面有一條獎筋 一個這麼小的袋 它好像我臉那麼高 裡面好像黑洞一樣放得很多東西 還有中間是有一個拉鏈層的 所以我真的超喜歡用它 但是有朋友就發現我沒有放電話 因為電話我長期拿在手的 從來都不放進袋子 所以它放不放到電話呢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一部iPhone 11 Pro 是放下去滑滑有如勁多位的 我手上這把就是自私的傘 遮一個人的傘 其實放下去完全沒有問題 不硬也不需要打斜 打橫就能放得到的了 它有幾種不同的背法 第一個就是這樣手抽 然後它這個繩是可以 去到中間位就可以做到一個 側背的效果 去到我的屁股位這樣 然後條帶是可以這樣調 再做一個側背袋 都絕對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也是很漂亮啊 另外一個袋就是這個半圓形 其實我覺得它都漂亮的 但其實沒有這個袋那麼有驚喜 它打開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一個大的拉鏈格 就沒有其他間格了 我平時都不是一個袋子很整齊的 所以我都是務求所有東西 丟得全部進去 我相信如果大家是一個 整齊整潔的人 砌好它應該是可以再放到更多東西的 剛才的所有東西我都放進去 它也是可以關掉的 完全沒有難度的 這個袋如果我側背的話 高度就會去腰間的位置 然後它現在的帶是最短的 所以如果調長一點的話 現在我都還沒調到最盡的 就可以做到一個斜背的效果 我的高度我覺得這樣差不多了 好了我終於說完我最近入手的三銅袋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是不是已經等了很久呢 這些夏天的衣服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有三天 還有日更有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bye by bwd6 by bwd6